拜託你10月13日拜託你 我们10月13号要到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市长谢国良罢免案投票进入倒数时刻 立委林佩祥、王洪威、罗廷伟、廖伟祥、牛许婷 跟市议员何淑平、蓝敏黄 特别来到基隆信义市场陪谢国良请托败票 呼吁市民相亲10月13日踊跃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票 反乐罢挺善良肯定会做事肯做事的谢国良 反对网军反对罢邻 不同意他们这种邓制斗争 让基隆的市政好好做 让基隆人好好过生活 10月13号拜托大家去投下这张不同意罢免 后来事实证明市政府是对的 守护市场铲除毒瘤 这个是要勇敢的市长才做得到 这就是我们国良起床 已经勇敢 面对这个不讲理的罢免 他挺身而出等于多打一场选战 所以我们乡亲啊 10月13号拜托大家一定要站出来 一定要站出来投票 把你不同意罢免的票数冲得高高的 让我们基隆乡亲告诉全台湾 我们不支持仇恨政治 我们今天来到基隆 就是要一起陪着国良市长 来跟我们所有基隆乡亲来肯托 因为这场罢免行动 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政治性 报复的一个恶霸 所以我们一定要反恶霸 我们看到小爱爸爸呢 对于市政上的努力 对于年轻人的关心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关切 我想也希望再一次呼吁大家 10月13号大家一起站出来 每一张选票都非常重要 表达你的意愿 让大家知道你不同意罢免 你不同意这一场政治性的罢免 你不同意这一场恶霸 那我们善良的人如果不一起站出来 为我们善良的人挺身而出的话 那就会让恶霸得逞 恶霸得逞就只会带来台湾不幸的未来 所以我们要呼吁 我们10月13号全部出来投票 我们要不同意罢免 我们要这个反恶霸挺善良 我非常感谢我们各位立院的兄弟姐妹们 持续到基隆来被基隆加油打气 来帮国粮加油打气 我们在这边要还是很诚恳的跟大家说明 基隆市府在这一年八个月是有很多成绩的 是有努力做事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投票 拜托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基隆市府 支持国粮投出我们的不同意罢免票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拜票的过程中沿途民众不断地竖起大拇指 为市长谢国粮加油 希望罢免投票有一个好的结果 让基隆尽快恢复平静拼市政 支持谢国粮不同意罢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